剧集采锅界2正在热播当中 一般演员继续卖力为剧集宣传 张希文 蔡思贝 张震朗 简淑儿 张彦博等 都有出席间大玩游戏 讲到剧情 作为观众很容易就会被演员的亲密戏份吸引 但思贝和震朗就叫大家留意他们为闯戏投放的心力 那一场事只是前走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反应的那一场戏 就是清完以后我们知道了会怎么样的反应 那场戏迟迟我们切记了很多不同的版本 你写了一些东西 你写了三个版本吧 然后我们当天就跟导演问他哪一个版本比较好 所以我们这一场戏也放了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怎么说心血在里面的 你们是不是在整个过程拍摄的过程也会加自己的意见 我们在家里会想一下会做什么事情 人就到现场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对系 对对对对对很多次以后 有时候就突然之间我不会说这一句 我有很多话应该这样做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做的一些 而且我觉得我在现在看那些 这几 其实我就觉得 他们三个真的很朋友 对 Google啊 Dino啊 还有蛮小的 那个节奏我觉得很快 他们好像没有 不是对白 他们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对那个是很难得的 凯利这次加盟演绎Eva一角 对她来讲也是一个大挑战 因为在戏中她不只是大律师 更会不时挑逗不同的拍档 角色及柔情和强势于一身 我的角色就是大家看的时候 就会觉得我 就跟芒霞有一点flirting 有Google有一点跳逗她 其实我自己演员来说 就是昨天晚上如果大家有看的话 就看到一场就是我去 就是说服Google来帮我的一场戏 那场戏是我们就是刚刚开始 第一场可能我们只有 我们两个演员的戏 所以我觉得那个chemistry很好 其实整部剧里面 我自己很多很爱的长口 都是跟Google的互动 所以就是我的心是 在芒霞那边了现在 但是我觉得Google 就是很有可能会打动到我的心 凯利最近在社交平台 分享了多张童年照 她说是因为在美国的 daddy妈咪搬家找出了不少旧照片 所以凯利才会和大家分享 因为我爸爸妈妈在美国 就是刚刚搬家 然后他们就找到好多之前 就是很旧的相片 我们很久都没有看过了 他们就看到可爱的 就拍下照片 然后就发去我们家庭 就是有我弟弟 爸爸妈妈的group里面 就是看到就是很开心 就是觉得自己的童年 真的很幸福因为就是每一张相片 都是笑得很很开心很灿烂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有网民就是说你好像吴彦祖 是的 就是男神的样子 对啊 我真的很开心 我自己就没有就是看照片的时候 就没有特别的觉得 然后post了之后就收到很多的comments 然后说我很像他 然后我就自己看也 哦 也盲向的 就挺像他 就自己很开心 他是我一路都很喜欢的男神 然后我觉得他现在去哈利文拍戏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cast我去做他的妹妹 Jessica和阿伯在戏中就没有什么对手戏 不过能参与这部重头剧 他们都坦言压力确实不小 这一次是我第二次在这个剧里面演这个角色 对 而且其实也挺有蛮大的压力 因为都已经大概三年多 还有就是我是第一场就就派这个议员的那个很重的戏份 还有就那个心情啊什么什么都都比较重 然后就好像还没有找到我之前的那个角色 还好就是他们呢就给我一个 给我一点时间啊 还有就好像阿伯迅都给我一些 叫我怎么怎么去进入那个状态 那挺好的 那Jessica呢 我知道你是第一次加入这个团队吗 一开始的时候还会觉得有点压力 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棒的的三个character 就加我这个下去就会觉得会怕大家可能会会接受不了 性格好像里面的性格也是有点 他真的很不一样 就是很辛苦而已 真的吗 真的 就是有命运要报 他只是把自己压抑的意念放出来 孙慧雪也有现身宣传活动 雪雪早前接受访问 透露当年怀孕时患有子宫肌腺瘤 这天他有重提当年冒险生宝宝的事情 有个肌肉就是比较大的 在肌肉层里面 这没有的分隔 是分隔不了 这医生说要整个子宫要拿掉 然后我就哭了在医院里面 很怕吧 对很怕 因为我很想有小孩子 所以就很幸运的在治疗的过程里面 我可以有现在的小孩了 现在就比较好一点了 当时有我的子宫去到11cm 是很大的 就压住我其他的器官 但现在就因为治疗 一直在吃药 现在就4cm 那就是少了很多 比较好 对 但是现在就是保持心情要乐观 对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 因为我知道很多女孩子有这个问题 要勇敢的面对 所以